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准备500克的核虾 这个核虾就是冰鲜的 然后呢80克的蒜头 一小块的姜 一条红辣椒跟两根葱 那处理核虾就非常简单的 首先呢我们就把它脚剪掉 然后虾须剪掉 然后呢头部这边剪掉 有个洞的我们就把这个虾带去掉 记得是去掉这个虾带哦 不是去掉那个虾膏哦 好处理好之后呢我们就把盒家清洗一遍 好首先冲呢我们就把它切成冲化 然后这样呢我们先把它切片 切片之后呢再切成丝 然后切成米 最后就是蒜头了 再来就是红辣椒 红辣椒呢我们先去掉种子 嗯 嗯 白饭先把红辣椒切成丝 再切成米 最后就是蒜头了 那现在我们先把做好的蒜米清洗两遍 清洗过了就把蒜米按一按干 好调味料部分呢我们给鸡精粉半茶匙 然后适量的盐 再来check up冰档花一茶匙 还有一茶匙的白米醋 好准备适量的油开火 油烧之后我们就可以加入虾了 先下大只了 好再加入其他小只的 这个步骤我们先把虾煎一煎 好煎到虾大概有六成熟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先把虾捞起 虾油千万不要倒哦 把这个虾油加回下去 过后呢我们就可以加入蒜米了 蒜米我们先放一半 姜 这里呢我们就把蒜米和姜抱着金黄色 OK差不多够深了 我们就可以加入红辣椒 嗯够深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虾放下去 先炒一炒加入适量的水 水不需要太多 接下来加入调味料 白醋 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试一试味道 嗯 Jack 好我们到这样就差不多了 最后我们再加入剩下的蒜米 炒多10秒 红花 好 给上 好一道香饭饭的蒜蓉炒和蝦完成 那这道菜大家要注意的重点呢就是 我们的蒜米要用Dog Dog了过后呢我们一定要洗 当我们吃起来的时候呢 就不会太苦了 那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当我们煮虾的时候呢 不可以耽误太久 要快速把它完成 要保持大火 这样吃起来下肉才结实的 爱吃虾的朋友 记得点个赞 分享出去 期待你们的功课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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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杀